不合倡议就是彻议 对 基本上是这样子 所以大法官判决 跟黄国昌的学说 他的主张不合 大法官叫做律社大法官 对 还有今天有到立法院 之前行政院委请的诉讼代理人 李全合律师 黄国昌说这个叫彻议律师 对 就是不合倡议就是彻议 这是他们呢 这叫什么 这叫做万劫 任何事情都可以用这个 对 任何都可以用这个来解决 只要是举凡官司输了 举凡选举没赢 举凡在家拉肚子 出门头痛 天气太冷 衣服穿不够 在家拉肚子 都是民进党的问题 你说如果黄国昌今天叫他肚子说 不要拉肚子 不要闹脾气 就肚子还是 你这个彻议 搞什么东西 这肯定跟民进党的压迫有关系 你压迫到了国昌老师的肠位 所以各种问题都是万解 就是不合倡议就是彻议 那这个是在一个大剧本下面 这大剧本就是说 不挺白色就是绿色 懂我意思吗 不挺白色就是绿色 你会问我说 没有不挺白色 为什么不是蓝色 你看看钟小平跟游淑辉都知道了 他们是蓝色 但是因为他们攻击科匹 所以 绿色一直在打压科匹 直接连钟小平 中贞国民党员 都被归类到绿色去 所以这个不挺白色 就是绿色 非白即律 哈喽各位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来收看今天的 人爱录斯段507号 最清晰的声音 最理性的问证 欢迎收听声音类争论 节目第一名 人爱录斯段507号 我是主持人吴征 我是阿苗 我是杨军 有一天啊 这个 黄国昌打电话 要找立法委员吴宗憲 那打过去 那他就 吴宗憲电话接起来 黄国昌就说 喂 献哥吗 吴宗憲就说 你才违宪 你全家都违宪 好的 好 好的 好 大家听过这个冷笑话吗 这个是 呃 这个过去 我一线 有歌的故事 对 上个周末 在这个社群上 有人在贴这个冷笑话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笑话呢 单单就是因为之前 呃 万众瞩目 达到非常关心的 国会扩权法案 我们都知道 之前在这个 五月到六月的时候 轰轰烈烈 立法院 立法院国民党民众党 要推这个国会扩权的相关内容 以后说要让立委 把这个一般人都叫来立法院问话 还不能请律师 这个企业的机密资料都要交出来了 总统也要立法院给立委咨询 总统 这个修了非常多法 那后来立法院这个就送宪法法庭 释宪 请大法官主持公道 那大法官就在上个礼拜五 正式做出 今年的这个第九号 视线判决 那判决结果出来呢 呃 是大幅度的宣告 这个当时蓝白要通过的 呃 这个国会扩权法案 呃 非常多的相关内容 呃 都被宣告违宪了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判决里面呢 呃 我们看大法官大致上分几个部分了 那在呃 当时在立法的程序这一块 就是当时很多人觉得说 哇 这个国民党民众党 这样子在立法院里面硬干 呃 委员会也不给失职讨论 呃 直接就没收讨论 送出委员会 那这个党团协商 呃 也不好好协商 呃 也把协商没收 呃 直接一直往前闯 然后到立法院就硬是这个不记名 举手表决 啊 这样一直表过 呃 甚至这个法案 在一直到院会表决之前 都没有人看到 啊 最高机密版 很多人觉得说 这个已经黑箱国会太严重了 已经根本上去危险 那大法官针对这个部分呢 呃 最后的判决主文说 确实存在这个 立法过程相对的瑕疵 那确实 啊 相当时间非常的短暂 啊 讨论非常有限 啊 但是 最后大法官认为 呃 这个 这个立法过程的瑕疵啊 还不到完全的不透明 大家大致上还可以看出来 各党在里面什么立场 所以虽然有瑕疵 但是最后这样 好或不好 那交给人民来判断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那另外在法案的部分呢 呃 包含这个立法院之前主张的 呃 蓝白主张的这个 所谓反咨询啊 藐视国会罪 啊 还有官员在立法院里面反咨询 这个要判刑 要送法院 那这个呢 也被大法官宣告违宪 那在所谓的 国会人事同意权的部分呢 很多蓝白的要求 这个未来的这些大法官啊 考试委员 现在委员被提名人 都要针对自己提出的资料 要拒绝 啊 甚至如果你不这个 呃 不满足立法委员的一些要求 可能要有 要有裁罚 这个部分也被宣告违宪 那所谓国会调查权大 很关心的部分呢 因为之前蓝白立委 说他们的罚案内容 要可以把 所有一般台湾的民众 也都可以传回来立法院 而且叫你来 你不能不来 你不来就一次罚十万 这个也被宣告违宪 总而言之呢 基本上蓝白之前 主张他们想要的各种 给立法委员 大幅度扩全的武器呢 都被大法官宣告 不行 违规 没收 所以好 马上先来请教阿苗 因为我们 当然是上礼拜五判决出来了 但我们看 光是这几天 蓝白已经很多动作 包含国民党出来开记者会 甚至他们说要开国际记者会 要向国际社会控诉 大法官没收民主 要告羊状 所以看起来 蓝白还是要在政治上 跟我们目前既有的宪政秩序 对抗到底 也就是说 理论上 其实你之前一直在讲 就是说在这判决出来前 觉得 这就是我们的宪政架构 我们所有人在高中念公民课 都说 法律大于命令 宪法大于法律 那宪法到底怎么样 它的具体规定 跟边界在哪 我们请大法官来 当裁判 当最后的仲裁 所以理论上应该不论各党各派 大家就是守这个制度 就像你不服 你上法院 那最后法院判你输了 那你就算再生气 那也是遵守判决 但是现在看起来 宪法法庭的判决出来 蓝白好像还是想要继续对抗到底 你怎么看 上礼拜五 大法官宣判之后 晚上我自己在我的直播里 稍微谈了一下判决本文 然后也对黄国昌 他礼拜六晚上的直播 做了点预测 预测的结果 我刚稍微浏览一下 果然 果不其然 又是再次命中 因为我看这周末一直到今天 整个的蓝白的战术 不脱离这个八个字 不合昌议 就是测议 对 基本上是这样子 所以 大法官判决 跟黄国昌的学说 他的主张不合 大法官叫做 绿色大法官 对 还有今天有到立法院 之前行政院违请的诉讼代理人 李全合律师 黄国昌说这个叫测议律师 对 就是不合昌议 就是测议 这是他们 这叫什么 这叫做万劫 任何事情都可以用这个 对 任何都可以用这个来解决 只要是举凡官司输了 举凡选举没赢 举凡在家拉肚子 出门头痛 天气太冷 衣服穿不够 在家拉肚子 都是民进党的问题 你说如果黄国昌今天叫他肚子说 不要拉肚子 不要闹脾气 就肚子还是 你这个测议 搞什么东西 这肯定跟民进党的压迫有关系 你压迫到了国昌老师的肠位 所以各种问题都是万解 就是不合昌议就是测议 那这个是在一个大剧本下面 这大剧本就是说 不挺白色就是绿色 懂我意思吗 不挺白色就是绿色 你会问我说 没有不挺白色 为什么不是蓝色 你看看钟小平跟尤淑辉都知道了 他们是蓝色 但是因为他们攻击科P 所以绿色一直在打压科P 直接连钟小平 钟征国民党员都被归类到绿色去 所以这个不挺白色就是绿色 就是非白级绿 对 你如果用这个16字真言整体去看 他的战术跟战略 你就会发现 每一句他们想讲的话 或者是每一个他们游行的标语 你大概都可以抓到八九不理事 就知道他们要讲什么 那至于法律 宪法 到底论理是什么 抱歉 他们也要跟你谈这个道理 因为一般来讲 以我们法律系所受过的专业训练 我们知道说 法律系学说白白种 一个真点就给你假说以说丙说 对不对 那这一次的大法官判决 连竹笔大法官都在结语写 此次的签设条文众多史无前例 然后而且都是临时写的 最高机密版 所以大法官讲说 审查是备废思量 就是好烦啊 太多了 但是大法官还是花了 这个三个月加两个月的时间 好好的把它写完之后 也有协同意见书 也有部分不同意见书 这些相关的论述出来 那如果你打开这些协同意见书 跟不同意见书 其实你也知道什么 他在表达他一部分不同的意见 他不是完全赞同主文的时候 他写什么 他写更多 主文写得多 不同意见写更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们法律系的专业训练是 假说以说丙说你都可以说 但问题是你要说道理 你要去讲说 你讲了哪一段落我觉得有问题 而且你不能只讲我觉得有问题 你要告诉大家说 哪里有问题 正确的应该要怎么说 这才叫做批判 可是现在蓝白的 他们的批判其实不是批判 他们的批判其实只是贴标签 就直接告诉你说 大法官 你讲的这个我不赞同 为什么 因为你是绿的 你是绿的 你是按照宪法程序当中 总统提名 国会同意通过 所以你是绿的 那这很简单 以后大法官干嘛写不同意见书 不同意见书打开来 只要写一句话说 本席认为多数意见乃绿色大法官 句号 这样就可以吗 这样就可以吗 对 所以我觉得我 其实坦白讲 法律界大家互相写文章 互骂互贵的真的没有少见过 同一个科目 两个主师级的老师一生都在对干 你讲什么我就反对你 我讲什么你就反对我 这案例太多了 所以在法律界相互反对不是问题 老死不相赞同也不是问题 但是不讲道理就是问题 所以我看到啊 这么多这种外国法学博士 在立法院里面 其手势就是直接贴标签 这个我觉得就是 沦上了整个法律的良心 你要讲就讲道理 这才是讲道理的民主 才是我们想要的 如果是光是贴标签 贴颜色的民主 到最后都会变成什么 你是绿的 所以你讲的我都不要听 那最后讲道理的受不了会怎样 那好啊 你是蓝的 你说的我也不要听 你是蓝的 他是绿的 你们两个都互相不听对方的 那我们台湾 不会变成一个没办法沟通的社会 那竟然有这个自称白色的人 在带头这样子说 因为你是绿的 所以你说的我都不要听 这种很不良的风气 我觉得只能说啦 国昌老师真是斗性第一 在政坛当中 他的斗性 如果他称第二的话 我看没人敢称第一啦 其实这是蛮反制啦 但确实 国昌委员斗性非常坚强 因为我们都记得之前 他还呛吓说 这个不服 这个宪法法庭大法官的意见 许中立应该出来跟他辩论 这个大家都记忆犹新 那许中立那时候 当时我们现在的司法院院长 当时就回答说 这个全世界 法官做出判决都可受公平 大家喜欢不喜欢都可以讲 但没有人官司打输了 或不喜欢法官的意见 就叫法官出来踹共 这就不是这个法院的制度嘛 对不对 如果你动不动 人家讲的不合理 你就说出来输牙 那我们就不需要法官 不需要公正第三方了嘛 对不对 人家联网 他不需要 ciel 原illon 有